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FROAD。 以往这个时候,咱们都开始分析,哪支球队,更有夺冠前景,但是今年事情好像特别多,貌似分析一下,哪支强队,更快内讧,比较合适。 太阳,篮网,凯尔特人,包括胡人,都是迫使一堆,真的应了那句古话,别看表面相安无事,其实家家都有个难念的精啊。 其中,凯尔特人,算是暂时把问题处理完了,就是教练位置,暂时还是个短板,不知道新教练,能不能驾驭一支这么成熟的球队。 太阳的问题,也快处理完了,据熟悉太阳内部的消息人士透露,艾顿认为,他拿不到顶心,都是老板的锅,现在,萨维尔被迫出受球队,换老板后,太阳和艾顿的关系,可能会缓和。 胡人的问题是,真大起来才知道,能不能解决,新帅哈姆,是不是真的有调教好三巨头的能力,浓眉,能不能恢复往日的统治力,威少,能不能更好融入球队,都是实战才能证明的东西。 而篮网,篮网的情况,就很扑朔迷离,三个年薪最高的球员,各有各的麻烦,真的太复杂了,一般人,根本解释不清楚。 欧文就不多说了,虽然现在,暂时是消停了很多,但你是真的不知道,他哪天,又能整出什么摇额子来。 杜兰特夏天,是和蓝网,闹了一整个夏天的分手,还一度要求蓝网解雇,包括总经理马克思,和那时,结果最后两边,竟然和好了。 今天,有记者拍到杜兰特,和马克。